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很快就会参与由本地著名推理小说作家陈浩基 原名小说作家出到杀人事件改编的同名推理舞台剧 这部话剧将会在12月15日至24日 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小剧场上演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订票的连结可以在下面描述的欄目中找到 今天我想为大家推介一部推理电影 是印度电影 名字叫《嫌疑犯X的献身》 名称是否有点熟落 这部电影是改编至日本推理作家 《东野龟吾》同名的长篇推理小说 由Sujoy Gouche亲自改编和亲自导演 亦是他继在印度电影《爱欲四重周二》之后 再和Netflix的另一行合作 演员方面有Karina Kapoor Jadid Alavatt Vijay Varma 全部都是演技派 《嫌疑犯X的献身》 是《冬夜龟吾》 《加利略》系列的第三本小说 作为神探《加利略》系列第三本小说 《嫌疑犯X的献身》主题 就是探讨爱和牺牲 到底一个暗戀人的人 可以为一个本来根本不爱他的女子 犯下多少的离天大罪呢 这个作品是《冬夜龟吾》发表的作品 直至到现在 是被最多语言翻译过来的作品 曾经被日本、韩国、中国、印度 真的很多很多的国家 改编成为 电影也有 电视剧也有 演绎的手法各有不同 今次这一部最新的印度版 是特别出色的 这部电影可以在终于圆著的故事架构之下 融合印度文化、社会而提 和Bollywood的歌舞元素 完全不显得厄特 非常自然 而且对献身的理念 还做了更高层次的诠释 其实刚刚在9月21日 才开始在影视串流平台Netflix上架 但很快旋风式地登上了 非英语电影收视榜冠军 这部电影 藍绿的冷色调 还有神秘轻快的背景音乐 最重要的是 一步步释放线索的做法 都令到这部剧架极之浓厚的懸疑气氛 可以说是令你穿布难以离开电视机 我不会在这里是剧透的 大家可以放心看这部片 这个故事由一个名叫 纳伦的平凡中年单身男子开始 纳伦是一位数学老师 也是一位数学千才 很受学生欢迎 他有很独特的思考逻辑 经常向一些高难度解决的数学问题挑战 纳伦老师一开始 就已经被人一种很怪异很阴屈的感觉 只有当你看到她在窗口那里看着 落了街下面她的邻居 一位名叫做玛雅的中年女子 单亲妈妈 跟她的女儿塔拉的互动的时候 才会看到纳伦会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她不断对着镜子去练习怎么笑 随时准备向玛雅打招呼和提出要约 进显她对玛雅的外慕之情 每天早上她都会去到玛雅做事的餐馆 买一份蛋炒饭 纳伦虽然孤单 但是由人和她打招呼的情景 你是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人 她明明已经准备好怎么面对玛雅 怎样去请她出去吃饭玩一下 但是只要站在她面前 她就变得手足无措 一宗谋杀案 令到纳伦和玛雅产生互动的开始了 十四年前 玛雅带着她的腹中快肉 离家出走 逃离她的前夫阿吉 是因为丈夫想把她卖给天堂夜店 又对她经常施行家暴 阿吉肯定就是一个坏人 她是一个专门洗黑钱的前度警察 多年来阿吉極力在找玛雅 不是因为她爱她 而是因为她拿走她的钱 玛雅她本来的名字叫做索尼雅 为了要逃离阿吉 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 走到卡林邦的山区隐居 十四年过了 女儿塔拉长大成人 怎知道有一天 已经失联了十四年的前夫阿吉 竟然找上门 除了要挟玛雅要钱之外 还说想把女儿卖去夜店 母女当然会拼命反抗 在争执和挣扎当中 玛雅、塔拉、两母女 用加热气的电线合力 勒死了阿吉 正当玛雅在苦杀私梁 如何去处理这条尸体的时候 纳伦老师突然登门操访 主动提出帮忙 他们用数学的原则 逐一去抹掉 玛雅杀人的罪证 这个计划相当精密 情节引人入胜 我就不在这里剧透了 当他以为可以门天过海的时候 这个时候负责调查 这个洗黑钱案的 孟雅刑警的卡兰 为追踪疑犯阿吉 就来到卡林邦 刚好在玛雅任职的餐馆 就遇上了每天 只要玛雅上班 他都会来光顺的 纳伦老师 原来他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一见面就立刻上演了 拿下猫捉老鼠的器皿 不过问题就是 哪个才是老鼠 哪个是猫靓 卡兰发现阿吉斯体被人撕毁了 于是就找到死者的前妻 玛雅来对责 经过旁考侧击 他几乎挺肯定 玛雅就是杀人兇手 不过就是欠缺一些实质的证据 卡兰逐渐开始怀疑 玛雅为什么能够见招招招 他背后一定是有高人指点他 开始怀疑 这位就是自己昔日的大学同学 纳伦 卡兰这个刑警 用尽千方百计 包括刻意请玛雅去卡拉OK 一边就找他说大话的破产 而另一边就希望深思细物的纳伦 会因为喝醋而流出马脚 最后纳伦是主动招供 为他暗戀多时的马额顶序 完成他的痴男献身指名 但他怎样令警方信纳自己是真空的那条桥 都相当引人入胜 我也不会在这儿剧头 细节留给大家慢慢欣赏 为了符合印度国情 这部戏是刻意加了本土色彩元素 但又影响不到原著 例如在原著当中 女儿是用花瓶去击伤阿吉他的老爸 印度版本改了在卡林邦低下家层家里面 整天都会看到的浴室发热线作为空气 例如马亚、大亚卡兰去食当地著名的地道小食 摩摩等等 都是导演花尽心思的安排 这套电影更加贴地 和日本男星提真一幻典的石神教授 不同的是 印度版的立伦老师 更加贴近原著描述的脱法原面外形 虽然他有天才的头脑 但对自己的外表极为自卑 亦因为这样 言行变得阴森 亦非常难触摸 外如他穿着全套黑衣服 帮马亚处理阿吉斯体的神情和语气 与其说他是个数学老师 其实他更加像一个职业实手 另外在小说当中的石神 是大学游道部的成员 日本版的电影 改了他是一个热爱登山人士 反而印度版为了忠于援助 刻意安排立伦是一个游道外号者 基本上每天放弓都会去道场练习一下 令到片尾立伦和卡兰比武的气氛 变得合情合理之余 同时对照两个人在破案上的角力 透过影像当中的攻守 令到观众更容易理解 为了配合纳伦数学家的身份 在电影当中 纳伦是藉着数学公式 例如A等于B等于C 和P等于NP等等 来解释他眼中的世界 同时披露剧情甚至是结局 虽然后来纳伦收到 曼雅给他的一张多谢卡 好人卡 他也深知对方根本不爱他 甚至是利用他 但是他仍然无悔地自外牺牲 然后应罪 坐牢把他的计划执行到底 卡兰当然这位警察自以为 将兇手承之于法 事实上 无论是斗志或斗力 他都是输给纳伦 他正好对应到学术界的对P等于NP的理解 是什么意思呢 找不到答案 并不代表答案不存在 只是你还没找到 事实上卡兰比纳伦伦伦 优胜的只有顏值 这才是纳伦输得最不甘心的死穴 如果纳伦一早有去找法在生 或者用法在生的洗头水 他的自信应该一早就可以回来 不需要做到这一步 你有没有兴趣试用一下 法在生的杀菌止氧洗法奴 如果有的话 只要打这个电话 5566-8299 或者按下在Description栏目当中 相关的连结 完成登记之后 你随时去 发在生12间分店任何一间 只要你表示自己 是智云频道的观众 就可以无条件获得一致 洗头的时候 脱很多头发怎么办 头发问题和AI调查 不如和王生调查 只要疏通阻塞的毛囊 利用中药补充头发营养 就可以达到防脱发固发的功效 发在生止脱固发疗情 有助头发健康生长 打电话和我查一下